马上就要过年了 大家是不是都买新车了 买了新车之后 首先遇到的就是车辆的磨合问题 关于当今的汽车到底需不需要磨合 又有两派观点 一派认为汽车的零部件加工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为了完成零部件之间的匹配 是需要一个磨合周期的 另一派的观点就认为 现今的汽车零件加工精度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很多发动机出厂还会有冷磨合 所以说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进行磨合了 其实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合理性 所以今天我就说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我个人觉得新车的磨合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很多汽车使用说明书 会明确的写到磨合器的注意事项 所以我今天就来说一下 新车磨合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第一就是要尽量减少冷车的运行时间 冷车行驶一直都是磨损量比较大的原因之一 所以一般都需要热车 热车的目的只有两个 第一是等待发动机里的机油 能流到发动机的各个运动部件 以便发动机能得到充分的润滑 减少发动机的磨损 第二就是让机体达到合适的工作温度 不过很多车主都喜欢原地待速热车 原地待速热车对比低负载下行驶热车 我们可以发现原地热车的时候 预暖的时间大概是行车热车的两到三倍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冷车启动以后你就可以行驶了 但是不要急加速 这样发动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完成一个升温过程 当水温达到90度左右 或是显示暖机完成之后 就可以正常行驶 当然这个方法不仅仅是针对新车 老车姐一样使用 第二就是减少发动机超高速运转的时间 在新车磨合期间 不要让发动机处于高速运行的状态 更不要让发动机的转速 持续保持在5000段以上 因为在高负载高转速的状态下 发动机的功率急速增加 燃烧式的温度也会急剧升高 一方面会由于热量冷缩 放大零件的尺寸误差 另外也会导致机油粘度下降 影响润滑 所以说长时间的激烈驾驶 必然会导致发动机的过度磨损 第四点就是在行驶中 起步的时候 不要猛踩加速踏板 尽量有一个平稳的起步 而且尽量不要在恶劣道路上行驶 减少对发动机的震动和冲击 在行驶中应当减少突然的加速 所引起的一种超负荷现象 提前预判路况 不要紧急制动 长时间制动 或者使用发动机制动 尽量选择良好的路面匀速行驶 磨合效果会更好 第一物点就是不要过早的换机油 汽车出装油是磨合期专用的润滑油 要求机油粘度低 散热性好 清洗性抗氧化能力优越 有些车厂还会加入有利于磨合的研磨剂 所以机油不要过早的更换 也不用担心磨屑过多 因为它们会留在滤清器里面 按照厂家的规定时间 更换机油就可以了 而且磨合期过后 手保换油也是很重要的 最好还是使用较低粘度的机油 第六是不要使用添压剂 新车主一般都非常爱惜自己的车子 此时也最容易受人游说 购买一些所谓的保护用品 磨合期机油加入添压剂后 会严重影响磨合的效果 延长磨合期 甚至会与机油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油泥或出现气泡 气泡会使油压降低 同时使润滑不良 加快了磨损的速度 所以磨合期内不要使用任何的添加剂 除了车的磨合 我个人认为 人跟车的磨合也是非常关键的 你需要花时间去熟悉 你这辆车的功能 设置 长宽的尺寸 刹车油门的灵敏度 在度过人车的磨合之后 你就会觉得 这辆新车开的更加得心因素 总的来说 新车磨合就是要 冷车启动 尽量热车 尽量温柔对待 减少超负荷的暴力驾驶 剩下的 我们只要正常驾驶就可以了 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标准 当然在初期磨合完成之后 一定要按照规定的功率数跟时间 去4S店完成首保 做完首保之后 才算是新车完成了初步的磨合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 对于新车的磨合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明天给大家更新 车辆怎么开 它会更加上油